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每次在超级市场买这一些蔬菜水果的时候 我都会怀疑什么东西可以保存久一点 然后通常在一模一样的选择下 我会尽量挑保存期限比较长的 比方说叶菜类比较难保存 但是花椰菜比较容易保存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花椰菜 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买一些罐头 或者买一些食品 你会发现保存期限不一样 其实还会有价差 比较及其品常常都在特价促销 那事实上保存期限的长度如何界定 以及食物的保存中间的过程 对我们的影响 事实上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保存期限不是说 过了那个时间食物就会腐败 它是一个最佳赏胃期 说我在这个时间 它的味道最好 营养最棒 但是过了这个时间 到底是不是就不能吃 吃了就会肠胃炎 其实并不是如此的 那我跟大家 我先讲一个故事 比如说大家冰箱 我记得我们也是做冰箱 大家很知道把冰箱 什么东西都往冰箱塞 塞着塞 忘了什么时候冰进去了 冰在冷冻库 冰在冷冻库硬邦邦的跟石头一样 到底可以冰多久 还可以帮拿来吃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案例 我有个洗腎的阿嬷 他是洗中午班的 他每次大概十点半 左右就会过来 他就会带一个便当 然后请我们那个护理师 或者帮忙做微波一下 然后吃完饭 他再洗肾 可是最近应该是 他媳妇生病还是回娘有 所以他最近他都带一个东西 带肉粽 他都带肉粽来 吃一颗 然后就再去洗肾 下一次来又带肉粽 他总共带了两个礼拜的肉粽 那么护士小姐说 阿嬷你怎么那么多 他可能中端午节吃到中秋 对他说阿嬷 这是不是去年端午节的肉粽 护士小姐是在开玩笑的 那阿嬷说是真的 他说他去年那个肉粽包太多 我们算一算大概八九个月 离去年那个端午节 大概八九个月 一个肉粽冰在冷冻 可是他已经吃了两个礼拜了 可是阿嬷也还好 阿嬷真的没有肚子痛 什么那些肠胃炎症状 那我后来跟阿嬷讲说 其实因为洗肾病人 真的免疫力不要差 其实我有些洗肾病人 只要中间中午的便当 他没有吃完 他晚上再给他加热 他有时候就拉肚子 就不舒服了 他们肠胃到免疫力真的很差 所以我后来建议说冷冻 虽然他冷冻在里面 他是抑制细菌生长 可是你很难保说 我们冰箱会一直开开关 一直开开关 所以建议说 其实卫福部有针对这种冷冻肉 大概是一个月超过就不要吃了 那我就跟阿嬷讲 可是阿嬷说好 他知道了 可是他下一次来 还是拿肉粽 他说他今年会包的不要少 他说剩下他还是要把他吃光 我说阿嬷 阿嬷真的是蛮节俭 好 关于节俭 其实我相反的一个叫浪费食物 这件事情 我们在讲说 其实美国有统计 我们美国人一年浪费的食物 高达一千六百五十亿 那这个相当于每个人 会浪费大概五百美元的食物 那这个这张图是一个 他叫雀儿媳 他是在乔治亚搜的一个妈妈 他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小孩 跟他先生住在一起 他们家有房子 可是他一天到晚 去超商的垃圾桶翻垃圾 他为什么翻垃圾 他就是把那些 其实很多美国的超商 只要过期了 他们就要丢掉 可是他就会把他捡回来 捡回来之后 一部分他们自己吃 他们一部分还可以做副业 还可以送给他的亲朋好 他说一个月可以省掉 大概两百美元 符合台币大概六千块 可是他这个行为 让大家就觉得说 你这样子引起很多的争议 是不是会引起肠胃炎 引起什么很多的问题 所以后来美国有一个 那个有线频道的美食世界 他就针对了 他去探讨这些问题 大概过了有效期限 是不是就应该丢掉 这个是一方面代表浪费 一个代表身体的健康的问题 到底怎么去权衡 后来他们归纳了十个食物 哪些食物过了 就是过了有效期限 事实上只是味道变了 营养稍微差一点 但是站在一个节省食物资源的立场 还是可以吃的 罐头食物他们的建议上 确保罐头只要放在阴凉干燥地方 没有出现那些变形凹痕 其实过期四年也是可以吃 跌破他的印象 那这些干落了 即使在黴菌开始形成以后 干掉硬硬的还是可以吃 超过有效期限 一个月还是可以吃 那些古物的早餐 他们很喜欢早餐 只要超过六个月 还是可以继续吃 鸡蛋他们认为说 把他放到那个水里面 去测他的浮 如果沉下去就可以吃浮起来 表示他已经有一些空气了 这就要丢掉 那冷冻食物低温冰醇之后脱水状态 他也是可以继续吃 这个就我在想 肉长比较像这个冷冻食物 那卫福部是说大概一个月 那饼干只要没有出现油薅味 或碎碎粉粉的就继续吃 奶油他们认为说 快要过期之前 把他奔到冷冻库 就可以继续保鲜 那面包如果一直放在冷冻库 就算过了期限 还是可以打两周可以吃面包 那有包装的那些综合蔬菜 就包在那个塑膠袋里 只要没有变得软爛 他是所以味道稍微差一点 还是可以吃 那一些干燥的面条 比较不容易直变 他因为他是一个干燥的东西 所以他是说过期三年 还是可以吃 这个是给大家 但是比较不容易 我是建议 大家就是小量采买 然后新鲜吃 家里有慢性病 老人小孩 你还是新鲜吃 又可以兼顾美味跟你讲 我觉得采买要刚刚好 那冰箱的管理要好 什么时候进去的 要放在都写的清清楚楚 这个是给大家参考 但是一个世界食物资源的立场的话 万一真的是资源 这个也没有那么恐怖 请教一下洪医师 另外一个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 事实上台湾有很多微波食品 或者是现成的加工食品 那为了防止食物的变质 或者腐败 或者滋生各式各样的细菌 事实上有一些会有 各式各样的食品添加物 那对某一些人来讲 这类的东西摄取多了 也可能造成干肾功能的影响 对 其实我们要延长 那个食物的保存期限 我们有时候 我们会用一些干燥 冷冻 腌制的方式 这个比较健康 但是因为现在的那个 我们讲说食品的那个科学 越来越进步之后 我们会添加一些防腐剂 但防腐剂在安全剂量里面 事实上是OK的 但是如果说超过剂量 是真的对干肾有影响 我突然记得我那时候在金门 我第一年当主治医师 他被调到金门去支援那个医院 花钢医院一年 再来那有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先生来 他主要主述他小便已经变黄半年 可是他他没有来看医师 那可是最近就人很疲劳 体重减轻 然后就来看 我一看就不大堆 医院第一个是有血尿 那个黄黄事实上是血尿 就潜血 那潜血最常见 如果他会痛就好 会痛可能是结石 是什么 可是他不痛不痒 那他有体重减轻又疲劳 我心里讲 哇糟糕 我最怕是长了什么 膀胱癌 肾脏癌之类 所以就赶快排了超音波 我顺便转给密尿外科 去做个那个膀胱镜 检查结果果然是膀胱癌第二期 我们知道以前 我们老师都叫我们叫膀胱癌第二期 问他有没有接触到染剂 一些化学东西 有没有染头发 他说我这辈子六几岁 从来没有染过头发 那他女儿就说 可是他很喜欢吃一个 他吃了几年 那黄色的豆干 他那个豆干很好吃 可是黄的颜色很奇怪 他吃了好几年 那个我后来 我看应该是这个东西 那个有一个叫二甲肌黄 二甲肌黄是一种工业的一个染料 然后常常在那个豆制品 会染的特别黄色 那这个在那个世界癌症组织发现 有一些跟一些肝癌 膀胱癌 皮肤癌 肺癌这些都相关 所以后来这个案例 我是后来他去开完刀之后 就请他这个务必停掉 不然有些癌症还是会复发 所以我们讲说 所有的在保存师 用一些冷冻脱水 干燥 或者说这个是比较健康 但是用食品添加量 不要吃太多 请教一下洪医师 需要财也有保存期限 即便我们用的口罩 他也算衣材 也有保存期限 那这些保存期限 一般要怎么样来管理 我相信大家现在 家里面应该很多的口罩 好几十盒 但你要是疫情过去了 你这好几十盒 你要给他留到多久之后丢掉 还是他可以放个十年 等到下一波另外一种疫情 我就补充一个案例 在去年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口罩还蛮少 大家都在抢口罩 那我们的规定洗剩 是大家都要戴口罩 那你就看有一次 刚戴口罩的时候 我去查房 那第一床的一个阿嬤就跟我 洪医师 你可不可以开一些 那个抗组织案 抗过敏 他说他应该吃到什么东西 过敏 我就想好 那我就开一个 那结果查到第二床 一个阿嬤又跟我要抗过敏 他说他这脸红 有羊 眼睛红红的 他应该是过敏 然后又要抗到第三床又一样 我说怎么会连续三床 我第一个我想到 是不是我们那个冷气的 那个过滤网 我说清潔人是不是没有去清 后来发现 没有 清潔人的时候 当然我清 我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看 你知道以前都还没有 五颜六色的那个口罩 三个阿嬤 戴一样 有点小黄点的口罩 其实那个口罩本来是白色的 那是那个是霉菌般 那我就跟你说 那个后来我调查清楚 第一床的阿嬤 提供给他们两个口罩 第一床阿嬤 那个口罩是SARS 那时候他们家还有几十盒 2003年 对 那他觉得还那么多盒 他最近说终于有用 而且用不完嘛 所以他左邻油色发了一些给他 那后来发现 可是那个白发 那应该是黄色的霉菌 那是个霉菌般 都已经放到 你这有些白色的衣服 你放在那个都会产生 他已经产生霉般 你又放在那边一直吸 一直吸 就过敏了 对很多人对霉菌会过敏 那我就请他再停掉之后就好了 那我在想说到底可以放多久 一个口罩我们知道是保持 要保持在干燥 那如果潮湿 就他的口罩的功能就会丧失了 那即使干燥 我们讲换了 其实台北科技大学做研究 大概国立台湾科技大学 他们说大概N95口罩 一般可以用五年 那一般保持得到一般的 我们这些外科口罩 医疗用大概三年 这是原则 但是一定要保持在 不潮湿的状况 另外一个可以做一个实验 我们讲说过期的 如果潮湿了 有可能他的吸病毒吸那个细菌效果 他怎么叫做做实验 你知道我们中间 我们这个总共口罩有三层 最重要一个叫做那个熔喷不支部 熔喷不支部 它有那个 它是利用的静电原理 病毒细菌经过的时候 它就把它吸附住 所以它有机会 所以你可以回去 把你家的卫生纸撕小碎块 把你的口罩看 能不能吸得上来 都可以吸得上来 如果吸不上来 表示那个熔喷不支部的静电 已经消失了 那个吸病毒的效果 就会打折扣 所以大家可以很简单 做这样的实验